宇宙大王留言说 这个世界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机会有多大 就是大家可能昨天突然很害怕 是不是要开火?没错没错 那你照看应该未必需要这么担忧 我觉得你说是不是这么快说到第三次世界大战 就未必说这么悲观的 因为始终虽然昨天突然间 就是很多消息涌出来 甚至可能大家看新闻 看报导 看到乌克兰周围都战火是烟雾死起 但是刚才开手第一节对面都说的 其实你看到暂时都是乌俄两边自己去对打 但是未主说有其他的国家去加入 虽然你说是不是会假设 已经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或者再差一点的情况呢? 我想好看着未来 譬如刚才提到美国也好 或者是北约这些国家也好 究竟他们的取态是如何? 如果他们不会是真的用兵力去帮手解决的话 我觉得未主说去到有段时间打压 或者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夸张 但是如果突然间就是可能 拜登今晚又突然间调回转港的 会出手去插手的 那这些就可能会真的困扰得久一点点了 所以我想暂时回到这一刻的情况上看 我觉得不只要说太过负面线的 所以我想去到这些位置 就是当然港股刚才提到 不是说短期不会再下跌 但是我想反而借着这些再落心多一点点 其实慢慢去捞一些货 会比较合适一点 czym就会下跌? 不是说短期会上询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